让草草的身体不学习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弟兄姐妹早安 早晨让我们来呼求神 让祂成为我们唯一所爱慕的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清拜 耶稣我要爱慕祢 我要爱慕祢 请到我的生命 祢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 祢是 耶稣我要爱慕祢 我要爱慕祢 请到我的生命 祢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 耶稣我要爱慕祢 祢是我唯一所求 祢是 耶稣我要爱慕祢 我要爱慕祢 我要爱慕祢 对祢的爱慕祢 我心淡淡可思念 无事之急 让我走向祢 祢的身旁 我爱慕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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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爱慕祢 我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祢 祢让我们的心思一念 单单专一的来爱祢 就要像玛利亚一样 单单倾倒祂所有对祢的爱 倾倒在祢的脚前 献上所有的一切 为得着祢自己的喜悦 祢来扩张我们 对祢的认识 让我对祢的爱 不是只是一个片面的 一个角度而已 祢让我看见更多全面的祢 而我自己也被祢 所深深的吸引 谢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Amen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来 渴慕神 渴慕神是什么呢 渴慕神 就是要渴慕听见神的话 弟兄姐妹 你有多久没有真的听见神的话 神的话能够改变你的一生吗 神的话是有能力改变一生的 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 三十五到三十七节 我们来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例子 三十五节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硬蔽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 以利沙伯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弟兄姐妹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我们晓得 当玛利亚她怀孕的时候 还没有结婚 因此对一个这样的亲少女来说 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冲击 但是她听见神对她说话了 原来这个怀孕是神允许的 是神让至高者耶稣 要进入玛利亚的母妇 然后生出来 也因为玛利亚的降福 因为玛利亚的顺服 她的一生就改变了 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亲少女 她成为了生出至高者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不止如此 玛利亚的亲戚叫以利沙伯 本来是不能生育的 但是也因着神的话 怀孕六个月 我们知道那个孩子就是施洗约翰 弟兄姐妹 神的话能够改变你的一生 你渴慕吗 你渴慕将你的人生交给神吗 你渴慕你所做的每一个抉择 都有神的话的引导跟印证吗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渴慕神 就是要渴慕听见神的话 一切的改变都是从听见神的话开始的 你的复兴跟转化 都是因为听见神的话 降服神的话 才会发生这样的改变 求主帮助我们 第二个 渴慕神 就是要渴慕吸引神的同在 我告诉你 神的同在充满在任何地方 但是你要怎么吸引祂来呢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只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只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祂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弟兄姐妹 渴慕神 就是要渴慕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让人完全降服 不是我能够靠自己的力量降服 不是我靠自己的意志能够降服 实在是神的同在激励我 实在是神的同在鼓励我 就好像这段经文说的 我是一根枝子 我是连于这个葡萄树上的 只要我连在这个葡萄树上 这个枝子就可以吸取葡萄树的养分 它就能够多结果子 可是如果这个枝子 没有连在葡萄树上 它就吸取不到养分 它没有办法结果子 弟兄姐妹 我们弃神的同在就是这样 圣经说 我要住在主里面 主也住在我里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盟约 你知道你跟耶稣有一个盟约的关系吗 祂说祂要与你同住 祂要与你同在 而我们呢 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也是应该主事的 我要与你同住 我要与你同在 这样子的一个盟约的关系 会带来一个降服 降服在主的面前 那也是一个信任 那也是一个尾声 那也是一个爱的关系 那是一个彼此的不离不弃 我们对主说 主啊 我渴慕祢的同在 我如果离开了祢的同在 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了 耶稣为什么服侍这么有能力 耶稣为什么可以降服天父 实在是祂有天父的同在 弟兄姐妹 今天早晨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渴慕神的同在 每天早上起来 我们就要思想主 每天早上起来 我们敬拜 我们祷告 我们读经 我们听神的话 每天早上起来 再一次回到盟约的关系 说主 谢谢祢跟我立约 谢谢祢对我不离不弃 我也要对祢不离不弃 请祢带领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降服 第三个 渴慕神 就是要渴慕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是人生的标杆 我明白了神的旨意 我就要把自己的计划放下来 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弟兄姐妹 当牧师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好兴奋 为什么我好兴奋 第一个 我知道神对我有旨意 而且那个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呢 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再来 他说 神的这样的旨意 是可以查验的 什么叫查验 查验就是知道 查验就是可印证 神的旨意 不是暗昧不明的 神的旨意 是我们能够明白的 可查验的 那么我就问主说 主啊 那我要怎么样来查验你的旨意呢 主说你仔细看这段经文 他说你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就会知道神的旨意 那我要怎么样心意 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呢 主又说了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原来我们的心意不能更新变化 是因为世界的拦阻 原来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参透万事 是因为世界的拦阻 所以主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那我就问主说 主好难哦 我们每一天都被世界在影响 不是吗 主说你继续看 他说 如果你愿意 将身体线上当作活迹 这样的侍奉 你自然就会脱离世界的捆绑 我说主我懂了 原来我不是要一直问你 什么是神的旨意 原来当我要明白神的旨意 我必须先将身体线上 我必须先成为一个活迹 活迹是什么 我人是活的 但是是为主而活 我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的眼睛看主要看的 我的头脑思想主要想的 我的手做主要做的 我的脚型主要走的道路 我的心完全的属于主 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线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不效法这个世界 不被世界影响 我们的心意就会更新变化 我们就会知道 什么是神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你渴慕吗 你渴慕明白神的旨意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每天更渴慕神的话 更多认识神的话 神的话是突破的能力 祂要突破黑暗的帕子 带我们进入神的同在 与神的灵连结 活出神要的生活样式 祂要改变你的一生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主席 更多进入到神的同在 主 谢谢祢 主 谢谢祢 谢谢祢 将祢的话语赐给我们 主啊 当我们竭力进入 要进入到祢的同在里面 与祢的灵连结时 主啊 我们需要祢的话 在我们的生命中 主啊 因为祢的话 成为引导我们的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主啊 祢的话语 也带领我们 戳破一切我们人生当中 所经历到的那些谎言 主啊 祢的话语也带着能力 使我们可以 靠着祢的话语面 得着突破的盼望 主 谢谢祢 让我们在读祢的话语的时候 主 我们不是只有读片面 主 我们也祷告祢 开启我们的智慧 使我们得着祢话语当中的亮光 主 变成我们生活的引导 变成我们信仰的方向 主 我们感谢祢 恩典的主 我们早晨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主 我们要说有祢同在真好 主 有祢的话语真好 主 我要祢帮助我们 主 让我们在祢的话语当中 主 我们知道 我们经历的是又真又火的神 主啊 祢是全然掌权的主 祢的话语赐给我们能力 使我们能够突破一切 主啊 无论是在顺境 无论是在逆境 主 我们都高举祢的名 我们都来称颂赞美祢的名 祢的话语带给我们盼望 祢的话语带领我们改变 谢谢主 谢谢主 有祢同在真好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姊妹 求主来帮助我们 每天渴慕吸引神的同在 更多浸泡在神的同在里 吸引神同在的条件 是一颗蒙约的心 这是向神完全的降伏 是信心 是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祂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耶稣我要爱祈祢的同心 主耶稣我要爱祈祢的同在 主耶稣我要爱祈祢的同在 爱慕你 主耶稣从早晨开始 我就要来爱慕你 因你用慈爱吸引我 我也要依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也因你的救恩欢喜快乐 我也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想你 我心也切切地渴慕你 渴望你的同在 主在我们 一日在你殿中 胜过在世上前日 主我也愿意降服在你的爱中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 主耶稣谢谢你 主啊每天早晨 我要来到你面前 亲近你 享受在你同在的爱中 主啊因为这是何等美好的祝福 主啊谢谢你 因为你说在你愿意一日 就生死在别处前日 主我们深深的渴慕 更多更多的浸泡在你爱的同在里面 亲爱的主耶稣 主我要与你紧密的连结 主啊就像枝子 莲鱼葡萄树一样 主啊一刻都不能分开 主耶稣因为求你 帮助我们能够向着你 有一个守蒙约的心 主啊能够完全 降服在你面前的心 主啊因为你是我一生的主 你是我永远的阿爸天父 主啊我要以信心 紧紧地来跟随你 主你帮助我能够把自己 完完全全的交托 在你的手中 主啊交托在爱我们 赐恩教导保守我们的天父手中 主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 每天渴慕明白神的旨意 更多寻求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 不随从世界的方式行事 选择耶稣的生命 爱神超过一切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爱神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在你看自己的祈祇 亲爱的天母我们可慕祢 主我们可慕生命中更多由祢 愿我们不依靠自己的势力 不跟随世界的价值观 主要求祢赐给我一个顺服的心 帮助我的心与祢对齐 与祢更贴近完成祢的旨意 愿我们将我们生命献上当作活祭 求主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 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使用我们成为那荣耀祢的器皿 谢谢祢 谢谢祢 主耶稣 所以主我们仰望祢 谢谢祢赐下更新的新约 来救我们脱离辖制 祝祢是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那一位 祝祢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祢时常使我们能够可以听见那风随着一丝锤 让我们领受圣灵 竭力进到祢的水深之处 与祢相交 与祢同 一起在主的殿中 在祢的殿中 祢的国里 祢那荣美的国里领受生命的火水 祝我们向祢仰望 谢谢祢 在基督里 在圣灵的感动中 我们得着喜乐的确局 我们得着永恒的爱 我们并不害怕 并且要持续仰望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天父 让我们听见祢的话语 让我们享受祢的同在 并且让我们明白祢的旨意 因为我们渴慕祢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 我心满意 我心满意 对祢的爱和思念 无知情 让我走向祢的身旁 你的身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